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欢迎下一组 是台中势力建功国小的白艺成 许云浩 李如铭 李玉婷 王海柔 黄伟廷 吴玉轩 赖伟玲 李婷怡 王又卿同学 以及他们带来的故事 不再旺旺 学习旺旺 大家好 我们是台中势力建功国小汪汪队 请进入我们的魔法校园吧 这一节是社会课 我们要到社会教室上课 不忘记在社会课本了 你年纪那么小就常常忘东忘西的 我老天啊 我该怎么办 我来了 请问你是谁啊 我是建功魔法学校的魔法校长 魔魔法 亲爱的魔法校长 我要如何才能改掉忘东忘西的坏习惯 不用担心 请你把详细的庆幸跟我说吧 我们所感受到的问题是 凡上同学常常觉得自己忘东忘西的 有时候要带到学校的学用品 或是上课认课时的课本忘记带 可是自己明明记得有带啊 到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忘记带了呢 我们进行小组讨论之后 再归纳大家的意见 找出八项主要原因 当然同学们最多是觉得自己除夕没有仔细检查 或是太一类大人们的提醒 没有想起自己检查的习惯 最后我们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自己可能记错 或认为自己一定有放 没有再三仔细检查 其实万德卧西的坏习惯 我也常常放啊 你们觉得这部问题很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好了 让我们来听一听你们有想出哪些解决的方法 我们曾经想像 如果这个问题被解决的话 最美好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呢 最佳情境就是每天上学所有的作业 布和学用品都记得带到学校 组长都能确实收到作业 老师也能一次全部改完全版的作业 不要再花费很多时间老师叮咛谁没期待课本作业布 接着大家开始天马行空 各自想象出可能解决的方法 你知道我们有想出哪些方法吗 有同学说要发明记忆吐司 或是不要把课本带回家 那你们觉得你们想出来的方法哪一个最好呢 有同学提议说 可以制作记忆手表挂在手上 不过制作记忆手表可能需要花费许多金钱 还有同学提议要请圣诞老人后精灵来帮忙 要让大家回家后更仔细检查联络 还好没有找我魔法校长来帮忙 不过你们觉得你们想出来的解决方法好吗 当然很好啊 好的 让我们来听一听你们有做出哪些实际的行动 我们首先就用冰棒棍制作记忆手环 大家准备冰棒棍 马克杯 蛋粒子 追制等工具 在手环上会制插会或提醒自己要带东西的用语 挂在手上可以提醒我们检查联络簿 第二个方案就是出到我们魔法学校的记忆小精灵 放学前写联络簿的时候就把记忆小精灵放在联络簿的角落 这样回家后就可以提醒我们必须更仔细的检查联络簿 你们觉得我们的记忆小精灵可爱吗 不用怀疑记忆小精灵当然十分可爱 我们在班上追求自愿参加的同学 他们也认为自己常常忘东忘西 大家一起制作记忆手环和记忆小精灵 最后我们总共制作了18个记忆手环 也总共制作了13个记忆小精灵 大家都觉得很好用 不过在工程中也有遇到一些困难 例如制作记忆手环时 一开始要把冰棒棍用热水泡软 再放到马克杯内地形 如果太急就会不小心把冰棒棍折断 还有像体育课或下课打球时 有时候动作太大就会把手环打坏 配戴手环运动也不太方便 如果有机会再做一次 大家会修改方案吗 会啊 我们会找出更好的材料来制作记忆手环 或者未来真的可以设计出记忆手表 那后来有把故事分享出去吗 那还用说那是一定要的啊 好的 让我们来听一听分享阶段的回馈 就在107年3月20日上午 在我们学校的宏大馆 有举办迪赛行肯故事分享会 当天我们还邀请到了DFC台湾发起人 欣慰姐姐到场听我们的故事呦 我们旺旺都会分享 不在旺旺学习旺旺就是为了解决自己 常常忘记待课本或使用品的毛病 于是我们发明了精英手环和精英小精灵 来解决自己常常忘都忘习的坏习惯 像学平大哥说我们面临的是很生活化的问题 感觉很难解决这个常见的问题 解决的方式很有巧思 很多喜欢我们旺旺同学的原因 也是因为自己常常忘记带东西 那你们觉得哪一些的回馈意见 令你们印象最深刻呢 有来宾看完我们的故事之后 也很想自己动手 制作记忆手环与可爱的小动物记忆精灵 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原来宾办会也可以这样利用 尤其是超多人超喜欢那些可爱的记忆精灵 也有人说记忆手环是蛮有忠意的发明 可是使用性上可以再做改良 那你们觉得你们做出来的发明棒吗 当然很棒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旺旺对大家的心得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很有意义 我再也不会忘东忘西了 参与这次活动后 我变得不会忘东忘西了 很开心能参与这次活动 再给我很棒的经验 就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出出来的结果 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能够帮助这么多同学 能够帮助这么多同学 然后让他们不再忘东忘西 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非常的快乐 我觉得记忆手环 记小金 制作很简单而且也很实用 我觉得经过这次的活动之后 我忘记东西的频率越来越少了 我觉得这样可以减少老师的负担 让老师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大家觉得我们的发明棒吗 让他们很棒啊 我们是台东市建公国小旺旺队 一起跟着我们不带旺旺 学习旺旺 好 谢谢建公国的同学 来来来来 请等一下 你们在制作这个用冰棒棍 把东西写在冰棒棍上面 我看到这个同学上有这个是不是 要记得等一下上台要讲什么 没有啦 他是忘记 这就是他的实力 有没有 同学们呢 发现了问题 想到解决方法 而且实际的去操作 并且分享出去 我觉得你们其实最喜欢的部分 应该是制造冰棒棍的时候吧 对不对 为了这件事 每个人吃了多少次冰棒 都没有 金玉堂就有卖啦 金玉堂文具店就有在卖 那你们怎么不会跟老师讲说 我们要去便利商店买冰棒 没办法要这样吃吃吃吃 对不对 下次要学聪明一点好不好 那个时候冬天再做 冬天再做所以直接买 那夏天做的时候 就可以去买冰棒来吃了吧 对不对 不是 那是什么 你想什么 直接买比较方便 直接买比较方便 对啦 这是小朋友的思维 我们就比较工职一点嘛 对不对 想说还可以吃冰 谢谢建功国小的同学们 谢谢非常精彩的说故事 来 欢迎老师 还有我们辅导员 好 这个因为我跟郭老师 因为我跟郭老师 比较认识一点点 好 来 好 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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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了 我往前蹲好了 你们等一下人多的往前 这样子集中一点 好 谢谢 谢谢 好好 时间是你们的 来 好 谢谢 谢谢大家的体谅 因为机会难得嘛 我们让同学多表现一下 来 谢谢建功国小的同学 也谢谢郭子和辅导员的指导 我现在这么 exemple 一看传终成小了 我来说 跟其他一看一看 你怎么会的话 我们明确立正前